南医书局国语武上 第一课 做人做事做长久 李同 安装冷气机的小师傅 看来只有十八九岁 居然一个人将冷气机送来 独立安装 冷气机的重量不轻 台下 扛上 爬高定墙 费力费功夫 所以我自愿充当他的临时助手 出些气力 也准备在窗口下拉延长线 地工具等非技术性工作 小师傅直言 他的装置经验不是很丰富 但他笑说 我会尽力安装的平稳好用 让你满意 小师傅将所有必用工具 一件件按使用顺序 在窗口下排好 才爬上铁梯开始工作 轻便的螺丝起子 壁虎钉 则放在随身的工作腰带 其实他这次的作业 我并没有帮太多忙 小师傅井然有序的安装流程 没让我这临时助手 有太多发挥的余地 他的动作不算熟练 但准确无误 半小时不到 就搬走铁梯了 当我端来冰开水 请他解渴 却看他以自备的小扫把 清扫地板 再拿抹布 擦钻孔时 残留墙上的粉末 神情非常敬业 小师傅的服务精神 令我惊喜 也实在看过太多 资深的水电师傅 泥水工 装潢师 技高人散漫的工作态度 不关我事的收工场地 所以 他的作业让人耳目一新 我赞美小师傅 但他说 我们的生意不是做一次 顾客的口碑 是本店业绩最大的保障 其实 我只是头尾都顾到 做了份内饰 不算什么 在我们这个讲求快速的社会 许多人学习了高效率的优点 却也误解了他的内涵 没有运用到高效率的好处 先有了做事只做一次 做人只见一面的作风 所以 做事不求完善 交往不付出真诚 以为工作这么多 顾客这么多 怕什么 于是就不顾周全和体贴 不留后路的冲撞而去 这位安装冷气机的小师傅 只要保持他精确完善的工作态度 和服务精神 在累积更长久的经验后 我们可以预见他的成功 最后会给他一段时间 然后能够充足 在社会设算 他在社会设算 在社会设算 可以预想